为了提升市公车司机服务态度和品质 基隆市长谢国良在和青年事务委员会议上表示 除了对服务表现优良的公车司机奖励之外 10月开始如果1999接到客诉公车司机态度有问题的电话 市政府将会调车上影片进行判断 如果属实将公布这条路线公车司机的信誓和影片 给予必要的惩处 我最近也有在做一些公车的举例 我现在就叫他们只要有1999的客诉 我就要把影片调出来 然后我们就判断 然后我还要求只要1999的客诉 这个影片和办公室就要看得到 去中文可以跟我们一起联想一下 然后只要我们判断说这个是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示范 10月就要开始 然后我们就还在判断说他做的对不对 还是说两兆就像你刚刚讲的两兆 那这两兆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客诉是有 这个客诉是有到底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就会把这个画面 跟这个路线跟这个司机的信不公布名 把他直接公布出来 所以我们10月份开始我们就会说 我们有拿到几个客诉 包括这条线的什么理性司机或性司机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态度不好 我不要替你们扛 那我们不是只有承 如果有他讲好的 我们也会给他讲 所以最近我们发的新闻港里面 如果没女朋友都注意到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讲的部分 但是我们10月份开始 我们是讲承的部分都会开始有 那因为公车一个车就在好几十个人 所以他的好与不好 好几十个人都感受得到 市长强调 一辆公车承载好几十位民众 如果公车司机态度不好 影响对市政府的观感 市政府没有必要帮忙承担 因此10月开始 对于市公车司机的表现 不只有奖励也会有陈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